据央视新闻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对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全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李全丧失理想信念 背离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 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违背组织原则 在职工录用工作中 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利用国有金融机构 从业便利 大肆从事盈利活动 违规兼职取酬 超额领取薪酬 毫无计划底线 肆无忌惮 考金融吃金融 大搞权钱交易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 在企业经营 获取投资机会等方面牟利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肆意侵吞公共财物 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 李全严重违反党的 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和连结纪律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 并涉嫌贪污受贿犯罪 且在党的十八大后 不收敛不收手 性质严重 影响恶劣 应与严肃处理 依据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决定给予李全开除党籍处分 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查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物一拼一送